大家好,我是Jerana Garland 我今天在台北 好,那我要去挑衣服了嗎 好,Let's go 那平常就是練習或是比賽都會穿什麼衣服嗎 練習的話我會喜歡穿leggin 或是像這種短褲啊 或是那種短板的衣服啊 但是因為球它衣服上的規定比較多 就是可能要穿漂亮一點 就是可能要穿 穿 沒事,Kero Kero 但是可以,我們會解決 但是可以,我們會解決 我們會解決 對,我們會解決 練習的話我會喜歡穿leggin 或是像這種短褲啊 或是那種短板的衣服啊 但是因為球它衣服上的規定比較多 可能要穿裙子啊 或是它就是比較傳統是穿洋裝 基本上比賽不會看到有人穿短褲 那像阿祖國這種背心咧 這種背心長得好啊 如果再搭個裙子 這樣比賽 我覺得會很好看 那你有喜歡什麼顏色嗎 我暑假拿了一個冠軍 是穿粉色的 所以我比賽我就喜歡穿粉色 因為有覺得穿著那個顏色 穿著那個冠軍 你穿上這件 這是我現在穿的啊 這是Easy Yoga他們是我的贊助商 他們今年開始贊助我的 他們會幫我挑一些可能最新款的衣服啊 或是專門做給網球再穿的 然後就直接寄給我這樣 很方便 就省了我很多挑衣服的時間 或是我也不用去擔心說 我比賽要穿哪些衣服 他們就會把它好看 或是他們覺得好穿的給我 那埔林一臉羨慕 想要 想要好像真的很好看 真的感覺很好穿耶 因為它超 感覺變胖也可以穿 然後我現在幫喬安娜挑個一兩套衣服 好 他說比賽要穿 就是長的 然後我喜歡綠色 所以我挑這一件 就算是我的幸運顏色 我的藍色 我會不會再穿 我會不會再穿 我的藍色 我的藍色 我會不會再穿 那我會不會再穿 我會不會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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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他說他上次拿冠軍的時候是穿粉紅色 所以要一定要一件送色 這算是我的lucky color 可是其他品牌也沒有綠色的衣服 就算有一部都好看的 謝謝 謝謝 你有住過嗎 有 但是你那時候是那個吧 U-Bike 1.0 應該就一樣吧 沒有 他要先按這個 他要先啟動 對這個 然後再 他要先逼 有 爸爸你可以拿出來 這個高度你可以嗎 我覺得這是我的高度 等一下等一下就給我就好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幹嘛 我們現在來騎腳踏車 不是啦 我們現在已經在騎腳踏車了 我們現在來騎腳踏車了 太可愛了 還躲起來了 再一次 再一次 那為什麼我們在騎腳踏車呢 我們騎腳踏車 因為我小時候在台灣都是騎腳踏車 上課 下課 練球 所以我們現在來懷念一下那個 小時候的時光 他剛剛說國中的時候 我問他都會騎很快嗎 他說 遲到時候會騎很快 所以以前上學是很常遲到的人嗎 牙線 應該說練球會遲到 練球 上課不會練球本來會遲到 就是教練會說要提早到熱身 然後就是準遲到 然後不熱身就直接 直接開始練了 但是現在就不會了 現在 現在要熱身一下 不然會 會受傷 危險 那妳平常 去參加練球 妳說妳要騎腳踏車 都是騎這種速度嗎 沒有 會騎快一點 大概是什麼速度 大概是什麼速度 那個我先 爸爸 我沒關係 我國二的時候 我爸媽就搬回英國了 然後就開始 自己住在阿姨家 然後就會自己騎腳踏車 上課 下課 練球 這樣會覺得累嗎 就是妳不是練習已經很累 然後還可以去騎腳 踩腳踏車就慢慢輕鬆這樣踩 就很輕鬆 很放鬆 然後也會自己練完球 會進 就是騎到夜市 然後經過夜市買給吃的再回家 那有不敢吃什麼嗎 一開始就什麼都不敢吃啊 真的是什麼都不敢吃 因為比賽會跟 就學校的球隊一起出去 就很多東西不得不吃 就便當 便當 便當一定要吃完 剛來的時候是 要把一個便當吃完 就吃完 嗯 為什麼是怕那裡面的肉 不知道是什麼 肉啊 菜看起來覺得很 嗯 就是爛爛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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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小時候很多比賽都辦在 彩虹公園 可是好像是 我不知道哪個方向 就是那個 河體這樣子 騎一騎就找到了 旁邊就是老頭夜市嘛 嗯 就我 很多 其實好的回憶都在那邊 所以我也想要回去 喔 老頭夜市 喔 老頭夜市 喔 所以你特別說 嗯 特別說老頭夜市 就是這樣 嗯 練球的時間應該到了喔 走了嗎 走了 好 收到 好 剛剛忘記說 先騎回去的人 最慢騎回去的人 請吃晚餐 好 啊 就 ABC 通過 感谢体育组成立的网球精英选手训练站 今天谢谢网球训练站鱼龙教练来陪我练球 现在就是我的training time Let's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习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习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是我生涯中最好的一年 真的突破了 其实我在我拿两个冠军之前遇到一个手腕的受伤 所以我在六月的时候我教练就跟我说 我本来那些比赛没有打算要打 然后我教练就跟我说 假如你今天手被切断了 你还会打球吧 你还是会去比赛啊 所以就是在场下也是遇到一些像这种挑战啊 然后有去克服就觉得很有收获 我想要打到大满贯的比赛 今年目标是可以排到会外赛 法网 法网会外赛是我的目标 然后 然后亚运我想要拿牌 就是排名想要打到奥运资格 那去年没有如愿挑战 你最想去的温布敦是不是有点遗憾 非常遗憾 但是今年今年绝对可以的 相信自己可以 今年参加亚运就是我第一次 在职业上代表国家出赛 我觉得说亚运这个这么大的比赛 每个人的状况可能都会不稳定 因为这种大赛事都大家都会有压力 就会就可能他们那些排比较高 或是比较强的选手 他们会觉得比较有压力 那我们这些排比较后面的 比较有机会放手去打 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可以发挥的很好 希望可以拿到至少拿到一个一面牌吧 我会希望我可以去排一些 比较高等级赛事 当做我的今年的赛程 目前我一直都会想要回到台湾 但是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亚洲很多比赛都没有在办了 所以最近可能会在英国 但是慢慢等到亚洲比赛开始变多的时候 我会想要回到台湾 就是食物啊 最怀念的就是食物 在国外待太久 然后就到了每个大城市 都会去找最好吃的 就是可能是中国料理吧 然后都很难吃 最好吃的都很难吃 所以最期待回来 可以吃台湾的小吃 想要去夜市逛逛 例如有哪些 例如蒸奶 还有什么臭豆腐啊 葱油饼之类的 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 要离开家很久 就是要一直全世界这样跑 然后要见到家人的时间不多 身体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身体状况都很好 然后心理状态 所以前一阵子老实说是觉得有点 就是我在两万五拿下冠军想要突破 想要在四万跟六万拿下冠军 就是那个程度是有差的 然后就觉得 会觉得说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这么快就突破 但是最近有开始在就是练习 享受当下 然后就是活在活在当下 focus on the moment right now 每天都努力训练 然后就一样把我该做的都做好 然后就会觉得很 I feel happy about myself 就是有把该做的做好 努力练球就会满足 就不会说 心里有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我是希望我可以打 直接打到三十岁 但是 我真的很想要打到大满冠 我想要现在就 就是可以越快打到是越好 你拍子给我好了 来 我们帮你保管 换这一支 那我们就再打一局吧 可以吧 可以吧 又来了 练完球了 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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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要不要 来啦 奎为一九的第一口 很圆 那个圆 那个表情 Oh my god 享受 有喔 放轻松啦 放轻松啦 我知道主力按摩很痛 我知道主力按摩很痛 主力按摩不太 除了解力 但是 高级的力端 等一下 让我休息 我们要喘口气一下 师傅 那那个 麻烦轻一点 轻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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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